大家好 我是懶人芳芳 今天做一道花甲螺 这个花甲螺已经去过沙了 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今天做的这道花甲螺 做法真的超级简单 就连手藏挡中的学会 而且做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大蒜把它拍扁 然后多碎 切点红椒丝 葱丝 水烧开后放入两片姜 然后把花甲螺倒进去 这个时候加点盐 和一点食用油 花甲螺煮开口后就把它夹出来 开口一个夹一个 不然煮老了就缩水了 就不够鲜嫩了 花甲螺夹完出来后放一些红椒丝 剁好的大蒜 葱丝 然后浇上一些红柳油 然后再调一个酱汁 碗中放一些蒸鱼池油 蚝油 要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淋上去 像一道超级简单的花甲螺就做好了 味道非常鲜美 做法简单又好吃 赶紧试一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